针对美国联邦准备会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可以说是激励台股 今天早盘一度攻高到9290点 创下了近14个月的新高 但是随后面临调节压力震荡翻黑 沿平盘整理各股方面 依旧是以苹果概念股表现比较强的 其他雅股南韩与中国股市小涨 香港涨了300点 日本股市因为秋分节休息 只有台股加权指数是在平盘下震荡 收报9235点 微升6点